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叫做别让客人有侥幸的心理 在前几天我的客人就来问我 老师 你说日主受克 几月到几月 那我应该要注意什么 我就直接跟客人讲 你什么都要注意 躺平最好 结果客人说 老师照这样的话 我到底要注意什么 为什么客人一直要问说 他要注意什么 很简单 因为客人他只想要注意这一块 其他的他完全不用注意 这就是客人的一个心态 我就说你不要抱持着一个侥幸的心态 以为这样子你就会没事 他说不是 我不是抱持着侥幸的心态 我就是想要知道我要能够在哪里去注意 我就跟他讲 你就躺平就好了 你全部都注意 可是客人他就一直想要知道 我就跟他讲 日主受克会发生什么事 死亡 离婚 忧郁症 身体变差 还有一堆杂七杂八的事 这些都是我亲自看过的 你不知道 所以你在用你的想法在说 有什么方式可以知道说要出什么事 也就是说客人他完全不知道严重性 总认为八字既然可以算得出来 这时候不好 应该就可以知道什么方向 跟各位讲 日主受克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而且他也可能什么都没有发生 老师你这样讲不是很奇怪吗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什么也都可能没有发生 很简单 你要是不去注意 还照着平常的行为模式去走 我怎么知道你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你假如在这时候 什么事情都小心谨慎 很有可能你只是压力大了一点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所以各位你要记得一件事 客人他因为不懂八字 所以他会用他的想法来理解八字 但是我们身为一个命理师 我们知道这一种情况 他的严重性是什么 我们不要给客人有侥幸的心理 总认为说他只要注意了这一块 其他他就不会有事 各位不要让客人有这一种侥幸的心理 该注意就是要注意 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了 客人来跟你吵吵闹闹的 那时候有用吗 所以我就跟这个客人讲 这些都是我看到的 你没有碰过 你不知道 所以你以为我都是在乌龙你 其实不是 我情愿让你紧张 让你知道你这几个月都要注意 或许你因为注意了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这是好事 但是我不希望凡事都不注意 结果出了事情 哪一个比较好 所以各位要知道说 客人他们都会有一种侥幸的心理 破财他就会跟你讲到底是破什么财 什么都注意就对了 你不要给我去说 只有什么财 没有人知道什么财 破官 是哪方面要注意 所有跟官相关的事情都要注意 没有只注意什么官 所以要让客人不能够有侥幸的心理 让他全盘去注意 以免到时候因为轻忽了而出事 要后悔就来不及了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